前不久,我们介绍过波音757-200F货机列文的事情 主要是发现按照某个方案改装的货机 在厕所与机身连接的横架附近出现了列文 似乎与疲劳和硬力有关 为此,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了试航指令 要求务必于三个月内完成检查 最迟于两年内修复 波音757-200是一款不错的客机 它动力强大,退役后多被改装为货机 称为757-200F 民航业改装货机时,可以由厂家给出方案 也可以有实力强大的第三方公司研究方案 能通过审核即可 现在,这起列文问题被发现主要涉及 由波赛森公司转换的757-200F货机 也就是PCF 共150余架,客户遍及全球 中国早期的757-200F货机有些已经退役 但现在拥有757-200F的公司还不少 包括顺丰航空,邮政航空,圆通航空和西北货运等 顺丰航空是全球重要的航空货运公司 现在有43架757-200F货机 专专业网站数据显示 这43架全部都是757-200F 我现在来说,现在是7457-200F 顺丰有几架757-200F货机 是在国内执行的转换 可能是由于方案版本不同的原因 现在外媒说 他只有38架757-200F 受到此次裂缝事件的影响 虽然如此 38架依然不是小数目 顺丰机队在全球能排进货运前五 它有89架飞机 38架射击其中影响面还是比较大的 货机不载客通常不受关注 但民航安全不分客户 相信顺丰航空会按照有关试航指令的要求 尽快完成排查工作 中国其他几家货运公司也有PCF货机 相信也都会及时跟进 这种试航指令其实很多 大家不必紧张 飞机出现裂缝并非新闻 前不久还传出过空客A321货机 发现裂缝的消息 但同样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停飞 就像房屋出现小裂缝一样 只要找到真正的原因 研究出可靠的方案 即是修复或防治 防治并不会坍塌 因此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心 全球只有少数厂家 拥有客改货的设计能力 包括德国伊北河 新加坡新科宇航 美国的波塞森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等 这种能力很值钱 例如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 在将巨大的波音777 312客机 转换为货机时 每架的报价高达近5000万美元 几乎相当于一架波音737客机 为什么这么贵呢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飞机的客改货就是简单的拆出座椅完事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拆出座椅和内饰之后 货机还需要切割货舱门 加强地板 铺设滑轨 加固内壁等 由于货物的密度往往超过人体 降落或颠簸时 作用于局部区域的硬力可能会非常大 必须有足够的支撑 因此货机改装后 往往机身更重 航程变短 另外 飞机的机体结构受力非常复杂 哪块能开门 哪个部位能打孔 都需要经过认真的分析计算 搞不好就容易遇到列文等问题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